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 有你真好 来台服务奉献近半世纪的75岁美籍神父安德森 长期致力于教育工作并关怀弱势家庭及曼菲天使 他定居台湾47年 经行政院核准规划取得我国国籍 成为台中市第二位因特殊功勋规划国民的神父 台中市府今日派源于沙禄天主堂 颁发身份证及户口名簿 感谢他替台湾的无私奉献 安德森在高雄与南投服务期间的教友也一同见证喜悦 场面温馨 安德森来自美国密西根州 属于马利诺教会体系 他于民国61年29岁时来台传教 先在台中学台语 之后到彰化县园林一带的教会服务三年多 也边教台湾民众学英语 之后到台北学习一年国语 并到台中市区的教会服务半年 他将人生最精华的青壮年岁月都奉献给高雄五甲耶稣圣体堂 在高雄定居长达32年 借七旬高零至南投市天主教担任神父三年多 两年前转至杀戮天主堂服务至今 安德森致立英语教育推广 长期关怀照顾弱势家庭 热心公益 经常陪伴年长与身障者就医 他在南投服务期间经常关心小儿麻痹患者陈耀民 也领洗陈耀民为教友 两人在会场相见欢 南投市天主教协进会前会长剪金秀说 安德森常年服幼济贫 很多弱势民众受他照顾 他虽转至杀戮服务 多名教友相邪见证 他成为台湾国民的时刻 安德森用流利的国台语制词 他细数刚到园林下乡传教的去世 认为台湾丰厚的人情味 即使信仰不同 民众仍热情相待 他乐观指出 自己早就是台湾的一份子 但有身份证很开心 以后下工方便多了 这些小节目的 能够 请订阅